本期书籍 少的乐趣 The Doyle of Less 作者Francin Jay 是网站Miss Minimalist的创始人 通过出书和网站分享极简整理经验 帮助人们去除杂乱 精简生活 书中强调先进行极简主义心理建设 重新认识物品 作者的极简哲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认识物品的本质 将物品分为三类 实用的 赏心悦目的 以及有情感价值的 实用物品是生存必需品 包括衣服 水 居所 食物 或是可以让生活更便利的 例如床 笔记本 电脑 餐具等 赏心悦目的物品令人充满喜悦 体会生命之美 这两类要尽情地使用和展示 有情感价值的物品通常是礼物 遗物或纪念品 若是仅仅出于义务或是证明过去 那就没有保留的必要 二 物品不能定义自我 除了以上物品 家里还有很多东西是用来怀念过去 梦想未来 或者是属于想象出来的自我 人们希望通过天智梦寐以求的物品 来营造理想的形象 换来别人刮目相看 放下过去 抛弃假想出来的人设 腾出空间留给崭新的可能性 三 拥有越少 压力越少 自由更多 若要拥有一件物品 先要搜索挑选 阅读评论 比较价格 购买运送 安装放置 学习使用 清理维护 保险修理 最后可能还要花钱 才能彻底处理丢弃掉 那么把现有的物品捡到一半 就减少了一半的杂事和烦恼 一半的清洁和维修工作 也少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 清理物品的时候 不要把物品塞进抽屉 篮子和收纳箱 要彻底地捡物 摆脱物品的控制 想象生活中的突发状况 自然灾害或是遇到火警 在此类极端情况下 只有生命才是第一位的 放下对物品的执着 四 谨慎购买新物品 减少购买是极简的基础 只买不可或缺的东西 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 幸福快乐就跟拥有物质的多寡 毫无关联 过了满足点 额外消费所产生的边际效益 就会锐减 幸福感会由正转负 根据自己的需求 和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来做购买决策 不要受广告的影响 在购买之前 认真思考拥有的理由 拒绝赠品和礼物 可以用一张白纸 写下你所拥有的每一件物品 认识到生活的丰足 培养感恩的心态 五 收复空间 以欣赏取代拥有 丢弃和减物并非是失去 而是收复物品占据的空间 空间的美好之处 是让真正特别的东西 成为我们注意力的焦点 不必在家里复制外界环境 以欣赏取代拥有 放弃在家中打造家庭影院 健身房 去剧院看电影 到外面跑步 减少家中需要照顾和关注的东西 将娱乐活动放到公共场所 出入公园 博物馆 戏院 咖啡店 不要试图在家里创造类似的场景 走到外面世界 获得更丰富的体验 作者将自己的简物方法称为精简术 包括以下方法 一 重新开始 为家中每个区域安排一个全新的开始 一次只挑选一个地方 可以是一个房间 或是一只抽屉 将选定区域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 清空该场所 然后决定物品的去留 留下珍藏的物品 其他的都舍弃 二 将物品分为三类处理 直接丢弃的垃圾 保留下来的珍藏宝贝 以及送人或捐赠的转送物品 三 确定每件物品存在的理由 保留下来的物品要具备以下理由 常常使用 令生活更方便 赏心悦目 没有代替品 多功能 节省时间 是真爱之物或传家之宝 四 物品各就其位 根据使用频率 给每样东西固定一个位置 并且保持物归原位 每天常用的牙刷 笔记本电脑 放在伸手可及的内圈位置 外圈用来放不常用的东西 可以是架子或柜子的上部或下部 偏僻位置的壁橱等 用于存放清洁用品 不常穿的衣服 特殊用途的烹饪工具 一件物品如果一个星期用不到一次 但一年使用超过一次 那么就属于外圈 深度存储区 用来放季节性装饰品 备用零件的 一年最多用一次的东西 五 平面空间保持近空 平面不是用来存储的 而是用来进行活动的 活动之外的时间应该保持近空 六 将物品分门别类 类似的物品存储在一起 七 控制拥有物品的数量 可以用收纳容器来限制 例如所有的化妆品总量 不能超过一个化妆盒 东西一定放进指定好的空间里 放不下时就要减量 八 物品一进一出原则 每当有新物品进入家门 类似的另一样就必须离开 九 缩减 把拥有的物品减少到只剩必需品 列出清单 然后把东西缩减到与清单吻合 十 在完成以上步骤后 要通过天天保持 来维持良好的状态 对物品保持紧绝 养成新的习惯 进而改变整个生活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